大家好 農曆新年快到了 有些網友想我和大家介紹一些節日的菜 我看到有些急凍的帶子很大隻很漂亮 我買了回來打算和大家介紹一個西蘭花炒帶子 我們一起來看看材料 有急凍的帶子10隻 不要用熱水來解凍 一定要讓它室溫解凍 用清水來清洗 這個有個枕 把它撕出來 不要按 因為這個枕會硬 西蘭花約450克 用鹽水浸泡半小時 已經浸透了幾次 12粒 這些是鬆紙 兩片拍鬆了的薑 還有2粒蒜片 1茶匙醋 1茶匙鹽 1茶匙糖 1茶匙胡椒粉 1湯匙水 1湯匙水 1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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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湯匙150克 適量的油 好了 我們一起來做吧 鬆紙放入鍋裡 攪香 小火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很暢火 很快 有一點尺尺色 而且會聞到很香的果仁味 這樣就可以了 在碟裡備用 因為西蘭花 有時會見到有些小蟲 所以浸一浸比較安全 而且就算有農藥都可以浸出來 這個框我們就把它切出來 只要用這些花 節日要放得漂亮的 上桌 大家看起來會很漂亮 我們就切開這樣一朵一朵 大小一致一點 看起來鋪排出來會更漂亮 燒熱半鍋水 我們加入半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糖 煮出來就脆綠一點 1茶匙的油 讓它的色澤更漂亮 我們就將西蘭花放進去 出水出去30秒 我們要將西蘭花過一個冷河 那些顏色才會保持得去脆綠 瓶乾水備用 鍋子旁邊都起了蝦眼 倒了1茶匙的醋 可以提鮮 將它關火 帶子放進去 讓它浸半熟 一會兒炒 帶子浸了分半小時 捏下去質感會彈手 但不是很實 待會再煮多煮就剛剛好 把它倒出來 炒泡 沸沸 鋅乾備用 先把鍋子燒熱 中大火放入1湯匙 將鍋子油到揉 先把鑑皮 切成薑片 薑片會稍微煮 把薑片爆香 薑味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把蒜片置入去 薑片已有赤色,把蒜片和蒜片都拌出来 油已经很香 炒西兰花 炒大火 放一点糖 让它没有烤热 放入鸡汁 鸡汤煮一煮,让它有鲜味 开大火 1分钟左右 放带纸 放一点胡椒粉 提升香味 炸走 炸在锅边 试一下味道 看不够 很鲜 不用加盐 鸡汁 如果是透明,不熟 如果是白色,不熟 微搅变芡 全部倒入去 要一点和勺 因为足够了 不用再放芡 加少许麻油 熄火 上碟 把帶子放在中間 西蘭花夾在旁邊 很漂亮 鬆紙放在表面 很漂亮 完成 西蘭花炒帶子 做好了 又多來私備 很巨型的帶子 爽滑大牙 全部熟了的方法 你們是否想嘗嘗呢 在家嘗嘗煮 祝大家新的一年 進步健康快樂 幸福美滿 小朋友讀書聰明伶俐 工作朋友步步高升 像金錢一樣 大家一起 財運亨動 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頻道 還有我頻道裡有很多 過年的食品 有送菜 又有賀年糕點 希望大家上去瀏覽一下 訂閱了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鈴鐺 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下次見 拜拜